古今中外有许多未解之笔困扰着人们 尤其是那些很多人集体消失的迷案 让人们百思不得细解 1975年4月1号晚上21点16分 莫斯科一列地铁正从白格罗斯站至向布莱斯诺站 本来只需要14分钟就可以到站 然而这一列地铁却一直没到站 工作人员排查后发现 这列地铁连同满载的几百名乘客竟全部消失不见 随后整个地铁网络全部停运 警察和工作人员在这一带开始展开全面搜索 后来在一个环形部门的隧道里发现了这列地铁 但车上的乘客全部都不见综艺 此后再也没有找到车上的任何迷人 这几百人就被人凭空消失了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 说起几百人一起消失的迷案始终无法破解 这列地铁遭遇了什么 车上的几百乘客又去了哪里呢 美国物理学家斯内法克有一个时空隧道里头 他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有许多时空隧道 肉眼看不到也无法感觉它 但它却客观存在 那些莫名消失的人从物体都是进入了这个时空隧道 莫斯科的这列地铁就很可能是进入了时空隧道 至于那些人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说起地铁消失的迷案常常会被人们拿出来讨论 他也入选了世界上人类集体消失的未解之谜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个迷案的真实性 因为它发生日期是4月1日 这是不是也太巧了呢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从没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的因 就因为它有一个记录无人能破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语步即可观看